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都是在敲戒 其實幾次的爆米都不好 今次的狀態都很 viktig 莫奈阿拉之前都給得到訊息 大家又碰到這隻馬 已經在邊線敲戒 他們那隻比較外新的 它仍在進步 他的間中總是不是很早熟 他一邊學習一邊學習 他現在走規開始走規好了 一邊都是逐點逐點接近 一邊接近一邊接近 這場形勢好些 那個檔位又對他有些幫助 順理成績很累 那你也一邊保持他 保持人口的保持 保持人口的保持 保持人口的保持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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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回來最後一節的馬後拍 繼續是尤達 剛剛看了這個訪問 當然就是何良 很明顯 星期三那天 他出馬出了兩匹 憑著東方女 拿到他從年以來的第六百場頭馬 今季累積七場頭馬 他出馬了 距離畢業 還有頗長的路要走 都是頗遙遠的 所以 他的情況 可能 有些馬也有些戰鬥力 所以 這個東方女 剛才正如他的訪問 一直都跑得近 但就是贏不了 就是出不了頭 今次就 有莫雷拉的幫助 就是 慢到盡 最後就 順利贏得 我們就先看一看 這隻東方女 是怎樣贏馬 先 排在這個三檔 即是紅色 彩衣 我們看看 前面 前面快的馬 都很平排 賣便是喜悅天空 後面賣有喜悠型 內蘭 紅衣 還有這隻東方雷 外面灰馬 燈膽精英 最出良憑共盛 堅尼地 紫色頭罩 一直捉住 在二搭的位置 內蘭還有明德之星 在外面是翠兒 尾四島 有這隻藍衣 藍帽 外面是一隻白露盛世 在他埋便是龍船 大約尾三、四島 尾這位置 有這隻喜氣綿綿 灰馬 粉紅衣 抓住來跑 暫時包尾那隻 是白鼻窟的睡眠公樑 接近對面直路頭 整個鎖馬都偷埋一堆 內蘭位置 佔少少少 有這隻喜悅天空 中間是燈膽精英 外面是良憑共盛 前面的三隻 後面的三隻 內蘭喜悠型 中間紅衣 三東方雷 外面的紫色衣 還有翠兒 在後面的馬 中檔第七位 紫色頭罩 堅離地 內蘭名得之星 看看會否被困住 在後面的馬 有龍船 白露盛世 尾以為捷馬 就是那隻喜氣綿綿 睡眠攻略走外踏 也慢慢追過了少少少 轉回中間 前面佔線 還起著天空燈膽精英 良憑共盛 就跟不起 慢慢退 內蘭喜悠型 中間紅衣 大約第四、五位 還有東方雷 是拿出去的 在外面有翠兒 在馬嵐裏面 找位明德之星 偷入龍船 最出那邊 還有這隻睡眠攻略 繞到二百多米 前面透出東方雷 看到中間明德之星追上來 再見到中檔位置 喜氣綿綿的衝勢也相當凌厲 大外當是這隻睡眠攻略 接近終點東方雷仲是尖先 喜氣綿綿衝上來 就跑回第二 第三名是明德之星 第四名 就是跑過一大賽 這隻最出門 你會看到莫雷拉 都不敢太慢 一路就馬上打他 出了頭 這裏都以為他 看起來好像追得很緊張 說那隻喜氣綿綿 不斷追上來 幾乎過了蛋 其實都還有距離 這隻馬還有一些在手 贏得很清脆 全程賽隊主動跑法 第二第三 其實明德之星 就是跑過Feed 這隻馬 今季已經是三折之後 上一次就掉了 這次又再上回名 這隻馬 看起來都是要盡用那隻 你看到今季這隻明德之星 這隻明德之星 我們一邊看一邊說 這隻明德之星 其實今季就是 這一場是第七場 跑到三分兩個第二 一個第三 一個第四 全部都有獎金收 買四重彩 一定都有 所以這隻馬 還有些分子 所以這隻馬 一直都在五班 大家都要繼續追 現在看看那隻東方雷 在哪裏 現在東方雷就是在燈膽 燈膽精英的後面 一直都堅持 因為這隻東方雷 其實又不是一隻很大隻 都是1082磅 左右 現在有遮擋 很容易 放得很輕鬆 外面 三疊良憑共性 蓋上來 三隻 和喜悅天空 燈膽精英 有些搶後 三隻在前面放 東方雷 其實有些想走出去 但莫雷拉就捉緊了他 等他就堅持在後面 至於那隻 那隻 明德之星在哪裏 明德之星在哪裏 明德之星現在就是在 東方雷的後面 慢慢想 都是以他做假想敵 跟著他走 你見到 莫雷拉開始動 後面 巴道也跟著動 外面就是那隻 翠兒 反而走得多 走得多 那隻 就是那隻睡眠攻略 這隻馬 又是 一個近字 現在又到直路 看到莫雷拉 已經是 散散的兩隻 透出了 這裏一度 都是遮擋過 一個多兩個馬 但後面追得很快 追得很厲害 就是那隻 喜喜綿綿 後面還要過這隻 明德之星的位置 第三位置 即第二 就跌到第三 所以這條三重彩 都相當正路 八百多元 東方雷 就幫一下 何良 六百元 可以不要 這場馬 其實都沒有什麼 這場馬 都比較平淡 其實沒什麼特別 只不過 何良 其實距離他現在畢業 還有一條路要走 都要看看他有什麼 計劃 因為一陣子 他有一些馬 都拉走了 有黃禎那些 都走了 變成 冰原就比較單薄 一點 但他的情況 都比Michael井 現在Michael井 還是贏得一場 其實更加都要 希望Michael井 可以發力 因為他有幾隻馬 都開始來 所以這一場就是這樣 接著我們就講一講 第五場 即是當日的第五場 其實原本我應該 應該拿回第四場 陳家希跑勇敢王者 這場是給大家看的 但是這場 這場 就幫師傅跑 所以給大家看一看 這一隻 當然就 看一看他排七檔的 這批進著士 即是現在換了 叫做 第一次換 第一次幫新師傅跑 看看跑得如何 當然另外就要看 贏馬的-6 即是看到 周俊樂的攻架 我們先看一看片 好 前面快的 中間炮子膽 慢慢壓進來 見到中檔位置 旅遊拿督 外面紫色眼罩 搶上一份 還有這隻圓圓動力 守住內難第四 不夠快的 你知我性 慢慢搶上一些 在外面還有獎金王者第五 第六位 氣遇獻航 在後面有第七位 黑衣神州風範 尾五 爆谷 尾四 紅衣 黑帽 龍友 後面三隻 富六就是黃衣黃帽 外面盡著士尾二 包尾那隻是超額型球 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帶頭的馬是圓圓動力 跟著第二位 見到這隻 旅遊拿督 第三位 埋便位置 就是這隻炮子膽透位 中檔第四位 富六追上來 再見到馬塌中間 神州風範 大外擋是盡著士 最後百多米 透出的馬 有這隻旅遊拿督 中間富六正在上 外面位置盡著士 中檔位置還有一隻超額型球 接近終點的時候 富六 都是將這隻旅遊拿督 趕過了 第三名的馬 外面位置是那隻盡著士 第四 其實這場馬 這隻旅遊拿督 打算有機會破處 誰知道 周進落 散下一步 散下一步 最後終點前五十米 前面走些什麼 旅遊拿督 都是放在前面的 旅遊拿督 入面那隻就是炮子膽 炮子膽 熱門最後拍都沒有 表現都很失望 接著 現在這隻圓圓動力 就過了頭 再走前一點 在前面放頭 接著後面 埋欄就是那隻 你知我性 外面就是這隻 掌金王者 裡面就是這隻 棄宇軒 進鑽石 現在這裏 其實這裏 你為什麼這麼急 這麼早就拔出來 這裏就走蝕了很多腳程 相反 你看到裏面 旅遊拿督 這裏 庫六就是 先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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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顯看到 兩個走位的智慧 周進落就等這個位 在裏面 就有個位衝 庫六最後就是夜馬 陳家騎就拔到老年那麼久 所以這些就是天分的問題 最後就是 其實就是 就是牽在這裏 令到這隻庫六就著數了 最後就是 剛剛在終點前 就可以過到這隻 旅遊拿督 就贏馬 最後拿督再做兒子 繼續做金牌老柱 八歲還是金牌老柱 老柱女馬 外面 你看回後上這隻 其實衝回很多 如果他 稍微不要這樣 走在一邊 等等節省 節省一點點 分分鐘 整個賽果 都有機會改寫 所以這場馬 就比較平淡一點 但是這裏 你可以看到 兩個見習生 同樣都是七磅仔 兩個人的騎工分野 就是在哪裏 所以剛剛第一節 為何我要找小米來講 還有就是 我之前出的那個報告 可以不用了 出那個報告 就說 兩個七磅仔 你會選誰 一場就很明顯 就給了一個答案 其實這個 其實根本就是 很正式的答案 只不過就是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剛才第一節 我們跟小米 討論這個 見習騎士制度的時候 已經告訴大家 看馬會 會不會有改善的地方 但是至少看到一件事 那晚陳家熙 跑兩隻馬 之前那一隻勇敢王者 其實那一場馬 也是跑得不錯的 就是早段他在前面放頭 幾乎放到 最後才被灌寶區 因為質素灌寶區 當然是比他高 過了他 但是那一場馬當然 就騎得好 這一場盡著事 就看到他 當然最重要的是 你要一個 他可以 有一個信心 一定要給一些馬 一定要有些馬贏 贏馬 就是最好的靈 最好的寧丹妙藥 即使你說 如果每次騎馬 都是在後面回來 那神仙都搞不定 那你說好像現在 有些馬 跑得近 其實今季他也有些馬 都跑得近 就像保羅成全 那些 所以就是 都是這樣說 你說要 今季可以突破 贏到七十場畢業 那當然就是天方夜譚 我覺得 那當然我又不可以這樣批死 那但是就說 最低限度 如果他繼續要做騎士 這件事的話 那最低限度 起碼他都要今季 要 起碼可以再升到五磅仔 那如果你今季 比阿周俊樂 升得快過你 那你自己都要想一下 還有就是 真的要思考 究竟你 應該要做 應該要怎麼做 即未來應該是怎樣 如果你繼續在那裡 其實就算 其實認真說 勉強給你不倒業 那你都是 惡性循環又淪落到 好像毛顯東 啊 黃浩南 那些 那些情況 那其實對你 對你將來也是不是好事呢 所以 這個大家 這個我覺得 你作為一個 建築騎士的訓練 即是訓練學校 你都要想 即是 都要想回 全面的思考 那些騎士的出路 即是 尤其是那些華賬 根本已經找坐騎 又難 不要說 找些實力 即是 你不是說 每個人都像何摘耀 或者潘明輝 那些 可以隨時 或者蔡明紹 會有一些 很有實力 即是 你講何摘耀 不是那麼容易 那你還要在 在下游浮沉 其實就是 很辛苦 很艱苦 所以 為什麼小米 這麼肉緊 試次就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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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批評這件事 其實我都是這樣 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 都是一樣 所以 看看陳家熙 都要看他自己做法 這些 這個 一定要視為最後機會 即是 你不可能你到30歲 即是 你講真的 你現在要贏到70場 即是 要贏到38場 其實 你要自己想 你多久都可以做到 還有你有沒有本事 找到那些馬 能夠令到你做得到 希望方家柏 即是 他一心 可以給到一些 即是 有些實力的馬 你贏回你的信心 但是 即是 這件事 都 都是要看情況 好了 今集 講到這裏 今集馬後炮的時間 到這裏為止 再一次 就多謝小米 拔刀相助 幫我做了一節 今天 講了一個 比較值得談論的話題 我們便要到下個星期五 再跟大家馬後炮 到時看看會不會找到嘉賓來幫忙 我們下星期五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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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